跆拳道是台湾在各大赛场中的重点夺牌项目 而现在攸关东京奥运参赛积分的世界跆拳道大奖赛 即将在桃园登场 有40个国家共有200多位的选手 将于9月19号到9月21号 在桃园巨蛋体育馆同场竞技 而活动记者会上也找来了多位跆拳名将一同来肇事 市长郑文灿还当场急破木板 宣示全力为台湾选手加油的决心 前跆拳国手朱沐延走石木板 让市长郑文灿一拳急破 也象征国内好手要全力出击 在大奖赛中力拼夹击 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是仅次于奥运 市井赛与年终大赛的重要赛事 对于取得奥运参赛积分有相当关键的影响 吸引大批世界级好手参加 而这次是第一次在桃园举办 在地的好手当然也积极备战 大奖赛当然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高阶的比赛 因为很多各地的好手都会来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比大奖赛 然后我其实也是很兴奋也很紧张 然后又是刚好搬来台湾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它蛮难得的对 目标我觉得一场一场慢慢来 我觉得我不敢放那么远的 这一次大奖赛是国内举办过的 跆拳道国际赛中层级最高的 也可见桃园的跆拳道竞赛条件 受到国际认可 市长郑文燦表示 将在扬美体育园区建设全国第一座 国家跆拳道训练中心 今年底就要动工 让桃园成为培育选手的摇篮 市政府在扬美体育园区 预定用19亿的经费来兴建 包括跆拳道训练中心 扬美的国民运动中心等等 将来有一个国家级的跆拳道训练中心 就会落脚在桃园 我们希望能够让跆拳道运动 也在桃园扎根 这次大赛从9月19号开始一连三天 在桃园巨弹体育场进行 开放免费进场关赛 中华队在四个量级中 共有16位选手参赛 民众有空的话 不妨可以到现场 一起为选手加油喝彩 桃园有声新闻 林德超 桃园采访报道